蛋壳上的水晶 烧杯 搅拌勺 取样勺 白乳胶 棉签 色素颜色润液 甲鸣凡 鸡蛋壳 果冻杯 七寸圆盘 白纸自背 将鸡蛋壳上沾满白乳胶 再用沾满白乳胶的鸡蛋壳去沾满甲鸣凡 再用沾满白乳胶的鸡蛋壳去沾满甲鸣凡 快去沾满白乳胶 像果冻杯中加入一些热水 然后滴入色素 搅拌使色素均匀 然后向热水中添加甲冥凡 并进行搅拌 直至甲冥凡不再溶解 最后将沾满甲冥凡的鸡蛋壳 放入到甲冥凡溶液当中 放到干燥通风处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鸡蛋壳上就会结出漂亮的水晶 鸡蛋壳尽 鸡蛋壮 좋아하는证囡re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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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的饱和溶液较容易生成晶体 鸡蛋壳上的甲茜茜可以作为一个结晶中心 水中的甲茜茜颗粒会不断地和鸡蛋壳上的甲茜茜结合成为晶体 从而可以形成漂亮的水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